歡迎收看東夫 直營 雪嫣 考考你了 香港地有甚麼州是令人心亢神而 瀕至如歸的呢 沙漠綠洲 香港雖然被人說是文化沙漠 但怎樣都找不到綠洲出來吧 我説是禮貌洲洲 何止禮貌洲這麼簡單 政府早前簡直宣佈 6月起推出全城禮貌運動 計劃是社區推廣好客之道 讓每一位香港市民都成為禮貌大使 簡直長期作戰禁款 你好像真的不太懂 禮貌洲洲是禮數周全那個州 不過又反過來說 鼓勵市民化身為好客禮貌大使 吸引旅客來港 不是單靠向商戶派下單張 又或者動幾個名為協助的士司機和乘客溝通 但實際上講明 不會介入雙方爭端的禮貌大使 就能搞定 講述的士司機和乘客的關係 令我不其然想起經典電影的一幕 不准搭我肩膀 你不吃煙我就不搭 你不搭我就不吃 網民列舉所謂DC9的多宗罪 的士大老則回應 乘客有禮貌 我們就有禮貌 可見這場運動絕對是任重道遠 不准這麼說 香港人是否富而好禮就不知道 但越來越多地方上演反而street fight 又是的士 網上最近瘋傳一條疑似乘客追打的哥的車鏡片 兩名分別身穿黑及白色tube top裝 黑短褲的性感少女 和疑似的哥因故在路中爭執 期間有人甚至飛腳踢向疑似的哥 會不會有人心想 現在到底誰沒有禮貌 說這麼多做甚麼 手底下見真章 不過話又這樣說 如果說旅客要感受一下香港 到底有多好客 除了的士業 飲食業都是最多機會接觸的一環 香港飲食業服務態度的問題 說起又是一匹步那麼長 誰人都知道 越來越多港人選擇北上吃喝玩樂 皆因上面服務的性價比更高 很多人批評本港飲食業和服務業不思進取 一美食老闆又拒絕改進 最後只會被淘汰 而不思進取的其中一種表現 就是不優造 網上一副著名耿濤所說 如果你在餐廳等伴侶過來 那是否意味著你才是伴侶呢 可以說是生活日常 你別說 連飲食界本身都試過光顧食肆有不愉快的經歷 香港今時今日服務態度是怎樣 可思過半 好了 到底全民禮貌運動 是否真的幫到香港旅遊業翻身 事不宜遲 東富 葛繼即影 有否去香港試過一些不開心的消費經歷 有當然有 是怎樣的 好像去餐廳一樣 錯了整個小時都沒人來 有 他們就會覺得 你愛點不點的樣子 就很隨意 給一些職員 無私或者是給他們差別對待 我都是有的 有時候去行 那些店鋪 它會覺得我是美女 然後就不太好態度 那你覺得內地和香港兩邊的服務態度哪裡好一點 兩邊都差不多 總體當然是香港質素高一點 香港就是一個比較快節奏的城市 所以不是說很多時候都這麼會有耐心去對待你 那這陣子政府在搞禮貌活動 有沒有覺得這陣子香港服務業好像有沒有態度好一點 可能跟平時沒什麼分別 我覺得 我相信消費不愉快的經歷是很多香港的人 甚至一些遊客都曾經有遇到過 無論在食市和一些零售的地方 都有感覺到不受尊重 那好像昨天我去某間幾出名的電鎖粥店 我叫了一碗魚扁豬潤粥 那吃到大半之後 我就放下一個池巾 自己在那裡看手機 那無端端呢 那個經理就以為我吃完了一碗粥就拿走了它 那實際上我還有小半碗未吃完的 即是當我抬起頭的時候才發覺 咦?不見了一碗粥的 即是立刻去問附近的侍應 那些侍應又不知道情況是怎樣 總之繞釀了一輪之後 那經理走過來 那不好意思 補回另外一碗粥給我 那這些情況其實我覺得 前線的員工是較為用心一些 即是觀察多一些 那對客人照顧多一些的話 那應該這些事情就不會發生 但是很可惜因為過往這幾年來 人手短缺的情況下 這幾年來 人手短缺的情況下 我們是要有一些適當的培訓 但是很可惜 因為過往這幾年來 人手短缺的情況下 我們也都沒有這樣的培訓的程序 是給一些新入行的人士的 還有也是因為人手短缺之下 員工的工作壓力其實也都相當大的 很難怪他們真的有時發脾氣 招呼不足 那最近我也是有跟香港再培訓局那邊 設計一些短期的培訓課程 培訓食肆的前線的工作人員的一些服務的態度 那希望我們可以將一些適當的 招待客人的方法和做法 培訓給一班前線的員工 令到那些客人是可以奔節如歸 我們的餐飲業服務 質素比有差 其實是幾方面的 第一 因為公司的環境 生意不理想 可能少了人手 另外人手少了之後 可能工作量又明明之間會增加 變成供時象 令到那個員工的態度 笑容可能變得沒什麼 有些客人可能他們自己本身 那個態度也不太好 落打的時候態度不好 員工本身做到有點怨氣 可能在這種溝通之中 可能有些問題出現了 感覺上 就被人覺得我們的參養服務比較差 其實我覺得這些只是單一兩件事件 其實現在很多媒體 或者一些傳媒覺得香港的服務質素的 而且沒有不上的那些優勝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的參員服務的奉獻 是不公道的 因為其實員工 其實說回以往 香港的服務質素都給人一個口碑都不錯的 我覺得這個禮貌運動 其實應該是要不停的提升的 其實應該是什麼時期都要保持香港的禮貌之都 將香港的形象多些人宣傳正面的 不要因一單半單的個案 而將它不停放大影響到我們的香港的參與 在不同各個地方覺得我們的服務質素比較差 希望能夠多些賺上一些好的例子 令人覺得香港的質素都不差 是保持以往的競爭能力 希望這裡大家可以多說一些真實的好的例子 廣告回來繼續和大家東呼 確實 繼續東呼 力應 說香港的飲食業 除了打鐵還需自身硬 業界從改善自身質素做起 當局政策是拆牆鬆綁還是趕絕過趕 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網上流傳這張茶餐廳單據 流心上面夾著一張紙 要求顧客是否本大廈員工 樓主大探擾民 還問這件事是否想成為歷史 亦有網民開玩笑地說 下一步是否要出事員工證 沒有員工證又怎樣呢 是否要引用僱傭合約 又要幫食市說句公道說話 據聞這間餐廳位於公客入面 法例列明 公客食堂才可以招待公客入面上班的員工 萬一當局執政來做 引發的麻煩東主又向誰選賬 那倒是呀 飲食業界化身好客禮貌大師 給多幾分笑容 說多一句歡迎下次光臨 或者可以留住客人 苦撐多一會 最怕牛肉乾 下次再下次光臨 那真的想不成為歷史呢 都不行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有甚麼申訴 記得致電我們的爆料熱線 36003600 讓我們第一時間和大家東呼 接應 拜拜